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拜二有讲到几个名词 第一个叫做Accessible I可以到J 我们说 I可以到J 叫做J is accessible from I 你可以通过I到达J 叫做J is accessible from I 它的定义就是 从I到J 经过N个时间点之后 会到达的几率大于一定 反正不管经过几个时间点 只要你会到 有可能会到的话 就代表I可以到达J J is accessible from I 那什么叫Communicate I可以到J J可以到I 这两个就叫互通 叫Communicate 那什么叫Class 在同一个很多状态 我们可以分类 在同一类里面的状态 彼此都是Communicate 都是互通的 在同一类的状态里面 它的同一类里面的状态 彼此都是互通的 这叫做Class 什么叫做irreducible 那什么叫做Transient 一旦进去了或离开了 就有可能回不来 像今天的赌博有一块钱 你离开一块钱这个状态 可能输光了 那零块钱 就永世不得翻身 再也回不来 这东西一旦进入了或离开了 你就再也回不来 叫做Transient 临死的状态 那Recurrent 重现行的状态呢 就是进入了或离开了 一定有可能会再 一定会再回来 一定有可能会再回得来 不会像那个 像不归路出去了 就可能回不来 这个是出去了 未来还是有机会 一定会回得来 那Absolving呢 就是进去了 就再也出不来了 像赌博那个范例 三 你一到三块钱 你就永远赢了 你就不玩了嘛 你就再也离不开状态三 再离不开状态三 这叫做Absolving 那Recurrent呢 它是一个Class property 也就是在同一个Class裡面 你要是Recurrent 全部都是Recurrent 它是一个Class property 那另外呢 我们也谈到一个 叫做Period 周期 周期就说 今天你只会在T 2T 3T的时间回来 像赌博的话 你现在有一块钱 什么时候才会变一块钱 下一个阶段不可能 第二次 第四次 第六次 才有可能 再回到一块钱的状态 这时候你的周期 就叫做T等于2 T等于2 那叫你怎么在T 2T 3T的时候回来 那这个T呢 就是你的周期 那周期 就叫Period 那如果你的周期等于1的话呢 周期等于1 周期等于1 就代表你这个状态 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 这时候就叫做Periodic 没有周期 Periodic没有周期 周期等于1 就代表没有周期嘛 天天都会发生 那有什么周期可言 那礼拜二讲到这边 那在礼拜二的最后呢 我们还差一点点没有讲完 如果你是状态是recurrent 就是出去了 就一定还会再回得来的 再加上 随时都可以回得来 没有周期的 出去了 recurrent就是出去了 一定会再回得来 回得来 那这个Periodic就是说 你虽然出去了 一定会回得来 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回得来 回得来的话 那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做 Egodic B-E-R-G-O-D-I-C Egodic 不跟那边有关系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Egodic 就是recurrent 加上Periodic 变成Egodic 好 那如果对一个 马可复链而言 如果在这个马可复链里面 每一个状态 都是Egodic的话 那么这个马可复链 就叫做Egodic 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最后一个名词 那你说这有什么用处 有 等一下我们谈到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小黑板上面 就跟各位列举了 在我们这张里面的一些名词 这些名词 你必须要记在脑袋里面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课本或讲义 或习题里面 有这些名词的一些问题 你最好是熟悉一下 最好熟悉一下 那礼拜二呢 下礼拜二 我们大概不会上新的进度 我们会花点时间 跟各位来复习一下 考试的范围 那对习题需要讲解的 也跟过去一样 麻烦Email告诉我 那我们看讲义第十一页 Steady step probability 那今天对于一个一阶的转换矩症 你把它连成了八次之后 你会得到这么样的一个矩症 这个矩症你会发现 它有个特性 它的第一个弱 跟第二个弱 基本上是一样 一模一样 跟第三个弱 第四个弱 都是完全一样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你一开始 你不管是在状态0 状态1 状态2 状态3 不管你在哪个状态 经过八个阶段之后 你在状态0的几率 就是0.286 不管一开始 你是在哪个状态 没有关系 经过了八个时间点之后 你在状态0的几率 一定是0.286 一开始 不管你在哪个状态 经过八个时间点之后 你在状态1的几率 就是0.285 不会变 换句话说 经过八个时间点之后 你在状态 哪个状态的几率 跟你一开始 站在哪边 是无关的 那像这种几率呢 我们都叫做 Stated State State Probability 稳定状态的几率 稳定状态的几率 Stated State Probability 我们就稳定状态的几率 那在这之前 我们有谈过 那这稳定状态的几率 才有意义嘛 否则今天在哪个状态 的几率不一样 就很难做一些评估 所以说我们在求的 希望求到的 都是Stated State Probability 好 那要求这个东西 我们就好奇两点 好奇两点 第一个 它是否存在 这个几率 到底有没有这种几率啊 到底有没有几率 第二个呢 我们关心的是 如何求出 如何求出 我们关心这两个 第一个 这几率是不是一定存在 还是不一定存在 还是说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才存在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怎么样来把它求出来 把它求出来 把它求出来 好 那什么时候存在呢 第一个 Irreducible 然后呢 要有这两个条件 如果你的马可复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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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Irreducible 再加上 Gothic的话 那么它的 Steady Step Probability 一定存在 就存在这种 稳定状态的几率 那什么叫 Irreducible 这整个马可复链 只有一个 Class 这个马可复链 只有一个Class 所以Irreducible 代表什么 OneClass 就代表整个马可复链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分类 就一个Class 那 只有一个分类的话呢 请问它每个状态 是recurrent 还是transit 每个状态 其实都是recurrent 记不记得 我们李巴勒有讲过 今天对一个马可复链来讲 可不可能每个状态都是transit 不可能 为什么 如果每个状态都transit的话 那么经过很多时间之后 人在哪里 每次出去的都再回不来了 那人在哪里 就没地方可以去 所以不可能 所有的状态都是transit 那现在我们又只有一个Class 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状态都是recurrent 所以呢 Irreducible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是一个 One class One class 其实隐含着所有的状态 每一个都是recurrent 而且它是什么 egotic 周期等于1 没有周期 没有周期 随时都可能再回来 所以呢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 Irreducible 跟egotic 那以外就是one class 每个都是recurrent 每个都是没有周期的话 那么它就存在的这个稳定状态的几率 稳定状态的几率 那这稳定状态的几率呢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要符号来表示Pijn Pijn 但是我们limit呢 N到五线大 因为我们不想不想的这个道理是要八个时间点还是十二个时间点还是十六个时段之后才会稳定 不知道嘛 我们不知道 因为每个问题不一样 你可能八个时段就稳定 你可能二十个时段 你可能一百个时段才稳定 所以呢 我们现在N呢 趋近无限大 当做过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那我今天呢 从I到J 经过N等于无限大的时段之后 它的几率 就是稳定状态的几率 我们不晓得N到底要多大才是够大 所以N趋近无限大 当N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从I到J 经过N时段的几率 就叫做稳定状态的几率 那我们刚说过 这些稳定状态的几率 跟你从哪边开始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既然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就用 只留下这个下标J 就可以了 I就不重要了 因为I到J 那I从哪边出发 根本不重要 所以说我只要留下这个下标J 那我们通常用这个符号PiJ 来表示 PiJ来表示 Pi0代表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会到达状态0的几率 Pi1代表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会到达第一个状态的几率 所以说今天 我们就要问说 这个PiJ如何来求出 我们想要关心 这个PiJ如何来求出 那如果来求出的话 我们就来想想看 我今天要到J这个状态 今天呢 要到 我今天想要到J这个状态 那我在J步之前 我会在哪里 我今天要从某个地方 不管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哪个状态已经无所谓了 对不对 我们说过这是Steady Step Probability 代表我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已经无所谓了 总之过了很多次很多次 N等于无限大之后 N去近无限大之后 我会到达J 那么在这J之前的一步 你会在哪里 在这之前的一步 你会在哪里 都有可能嘛 你可能在状态0 你也可能在状态1 你也可能在状态2 可能在状态3 你也可能在状态M 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就是Final State的 Market Fulian 所以0到M 是这样子 在他这之前一步 你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好 那现在 从0到J呢 几率是多少 P0J 对不对 一步嘛 那一步呢 从1到J呢 P1J 两步呢 P2J 最后一步呢 PMJ 好 不是这个样子 那下问题是 我到达J 我到达J点的几率是多少 我今天从0这个状态 到J这个状态的几率是P0J 从第一个状态到J的几率是P1J 这些都没问题 那问题是 我在J点的状态 到0这个状态的几率是多少 我在 留在第二个状态的几率是多少 我在第三个状态是多少 那各位想想看 我在N趋近五线大的时候 到达J的几率是P0J 对不对 那么 在这些点是 经过几个状态 这是N step到这里 这时候呢 这是N-1个step 好 想想看 我是经过N个阶段之后 到达这个地方 那么在它前一步呢 是N-1个step 那请问 N趋近五线大 N-1呢 是多大 还是五线大 对不对 N是五线大嘛 N-1 还是五线大 所以说到达这一点的几率呢 其实就是P0 也是稳定状态的 到这里的几率呢 P1 到这里的几率 P2 P3 到这里的几率呢 叫做Pm 叫做Pm 所以还是一样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出 我们的数字 我们要计算呢 经过N个时间点之后 会到D这个状态的几率 这时候我们想要计算出来 在经过N个时间点之后 它会到达D这个状态的几率 等于什么 等于说 它在N-1时间点 到达0的几率是多少 P0 乘上P0 这一个阶段 到这个地方来 在前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到 它在状态1的几率 乘上下一个阶段 从1到J 几率 再加上 它到第二个状态的几率 乘上 从2到J的几率 把它加在一起 到Pm Pm 寫成这个样子 寫成Summation的话呢 就变成 I等于0到M Pi I P I 寫成Summation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理由就是 我在前一个阶段 总会在0 1 2 3到M 那我在前一个阶段 会在这边的几率是Pi0 这是Pi1 这是Pi2 因为N-1 也是一个无限大 所以这边也都是什么 稳定的状态 那在前一个阶段 我是Pi0 那么经过一个阶段 从0到J的几率 就是P0J P0J 好 我们把它写出来 好 那还有呢 既然是几率嘛 对不对 既然是几率 J呢 从0到M PiJ 加起来 你总要等于1嘛 几率加起来都等于1 你总要在某个状态 所以几率加起来要等于1 所以说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式子出现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有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 Stated State Equation 稳定状态方程式 稳态方程式 稳定状态的方程式 换句话说 求解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Pi0 Pi1 Pi2 这些Stated State Probability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把它算出来 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可以把它算出来 这样把这些方程式列出来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求解方程式的方式 来把这些Stated State Probability 把它求出来 那在我们正式求解之前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一共有几个方程式 我们一共有几个方程式 对它来讲有几个 PiJ 一个PiJ 一个J等于0 就一个嘛 0一个 J等于1的时候一个 一共有几个 M加一个 对不对 我们一共有几个状态 M加一个状态 从0 1 2 3 4 所以说呢 这边有几个方程式 M加一个 再加上这个等于1的 所以几共几个方程式 M加2 所以我们有M加2个方程式 我们一共有M加2个方程式 那有几个变数 M加2个方程式几个变数 Pi0 Pi1 Pi2 Pi3到PiM 几个变数 M加一个变数 Pi0 Pi1 Pi2到PiM 那方程式呢 方程式呢 这边 M加1个 加上这个 累加等于1的 所以M加2个 那有M加2个方程式 那有M加1个变数 变数 而且 而且呢 我们的已知呢 有 有唯一解 有唯一解 就刚刚讲过的 如果它是 reducible 加上 ergotic 它有解 那它有解 那代表什么意思 有M加2个equation 然后M加1个变数 那又有唯一解 其实就是代表 多了一个 方程式出来 多了一个等式出来 多了一个等式出来 代表说 虽然现在有M加2个 里面其中有一个 是多的 是多余的 讲解12页有写 代表说 在这么多个M加2个方程式里面 有一个是多的 好 那多的是谁 不管是谁 它会多了一个等式出来 它会多了一个等式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有M加2个方程式 有M加一个变数 那现在又知道 这些稳定状态的几率 又是唯一的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多了一个方程式出来 那这个多余的 多余的方程式 不可能是谁 谁都好 就是不可能是这一个 不可能是它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组方程式 对不对 第一组 我写在这边 这是第一组 有两组方程式 这是第一组方程式 这是第二组方程式 这个有M加一个 这个有一个 在这M加2个里面 有一个是多的 那谁是多的 不管是谁是多的 绝对 不可能是他 这个不可能是多的 代表多的人 一定是在 这里面 有一个是多的 在这里面的M加1个里面 在这个M加1个里面 一定有一个是多的 那多了这个方程式 绝对 不可能是 他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能是他 多余的方程式 不可能是这一个 为什么 如果 如果是的话 π0等于π1 等于πn等于0 为一个解 合理吗 如果没有这个方程式的话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方程式 代表说是多的 如果说这个方程式多的 这个方程式就不要了 可以把它删掉 这时候π0等于0 π1等于0 π2等于0 是不是满足这个式子 0等于0 绝对满足 但这样可以吗 经过M个时间点之后 你在哪边的几率都是0 消失不见了 人间蒸发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说呢 这个方程式一定要留下来 多了一个方程式 在这边的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该删的绝对不是他 该删的绝对不是他 那万一他删掉的话 那今天π1 π2 都等于0的话 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可行解 但这是什么 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发生的 不合理的 所以呢 这个多余的方程式 绝对不会是他 绝对不会是他 这只是一个特性 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weather的这个立体 我们来看一下 weather的那个翻例 气象的那个翻例 气象的那个翻例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它的one step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别的体是 0.8 0.6 0.2 0.4 从0到0的几率 0.8 0到1的几率 0.2 这个我们根据提议 可以知道了 这么一个几率矩阵 我们会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想要求什么 想要求 π0 π1 不管你在哪里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不下雨 drive的几率是多少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会下雨 π1的几率是多少 好 我们想知道 不管今天是晴天雨天 经过很久很久之后 你下雨的几率 经过很久很久之后 你晴天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要把π0 π1求出来 好吧 那我们就把 带到我们的 steady state equation里面去 我们就知道 π0 等于前一阶段 我在π0的几率 然后是从0到0的几率相称 或者我在前一阶段 是在第一个状态 然后的几率 再乘以下一个阶段 是从1到0的几率 第二个呢 我π1呢 等于我前一阶段 我在π0 但是下一个阶段呢 我从0走到1的几率 再加上前一阶段 我在π1 然后呢 再经过一天 从1走到1的几率 好 我写下来 然后 π0 加 π1 等于1 这些就是我们的 steady state equation 那目前几个状态 两个状态 0跟1 所以m等于1 所以你看m加2 有三个equations 有三个方程式 那有这三个方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求解了 π0 π1 是位置数 p00 p10 这些东西是 位置还是位置 位置还是位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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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从这个矩阵就知道 从这个矩阵就知道 所以π0呢 等于 p00 是多少 0.8 0.8 π0 加p10呢 p10 是0.6 0.6 π1 这个呢 π1 等于 p1 p1 0.2 π0 加上 p1 0.4 π1 就这样子 然后π0 加上 π1 等于1 这个去求解会不会 你不要再跟我说不会嘛 对不对 才2元 两个变数的你怎么 我们不会求解 好 我们把这两个变数把它移向看看 好 把这两个变数呢 移向移向 把这两个变数移向 你可以发现 0.8 移过来四段 0.2π0 等于呢 0.6 π1 好 那0.2π0 这个留着 0.2π0 把它移过去 等于0.6 π1 π0 加 π1 这时候你可以发现 前两个式子变成什么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发现 前两个式子变成一模一样 代表 其中有一个是redundant 是多余的 一个是多余的 就这么来的 所以说这边其实有一个是多余的 你看 你移向过后发现它长得一模一样 中间有一个是多余的 不管它多不多余 反正会不会求解 会求解 求解完之后呢 你π0 0等于0.75 π1等于0.25 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是晴天还是雨天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状态0的几率是0.75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你状态1的几率是0.25 0.25 我们就可以求得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状态的几率 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第二个 第二个 范例 inventory 卖照相机的那个范例 卖照相机的范例 卖照相机的范例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p one step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讲一上有 我就不再超一遍了 这个已经讲过很多遍 从上上礼拜 就讲这个inventory的范例 所以说它one step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在这边 讲一上都有了 所以就不用再超一遍了 好 那现在呢我打算求呢 求稳定状态的几率 我要求π0 π1 求π2 求π3 我扩存等于0的几率是多少 我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扩存等于1 等于2 等于3 分别的几率是多少 这些是我们要求的四个几率 因为有四个状态 我分别求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没有扩存的几率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扩存1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要求这一个 怎么办 带到刚才的那个地方去 π0 等于前一阶段也在0状态 然后从0走到0 然后呢 前一阶段在1 这个状态 然后从1走到0 前一个阶段在2 这个状态 然后从2走到0 前一个状态在3 然后从3走到0 完成了第一个equation π1呢 这个π0加π1加π2加π3 几率的相加要等于1 所以说你会有这五个equation 但是只有1234 四个变数 那代表1234 这前四个equation里面 有一个是多出来的 代表这里面呢 有一个是多出来的 哪个是多出来的 你不要管它 你去算 你大概就知道了 不知道 或者你随便删到一个也没有关系 好 可以 好 那这个equation会不会求解 当然会啊 因为π0π1π2π3π4 这些是未知嘛 像p00 p10p20p30p01p1 这些都已知 从哪边已知 从one step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就可以把它找到 所以说把这个数字找出来 你就把它带进去 所以看讲义的13页 好 这边π0 等于0.080 乘上π0 加上 0.632π1 加0.264π2 加0.080π3 然后π1等于这样子 π2π3 我在讲义上都帮各位列下来了 那你回去呢 好 比较讲义看很高兴 你该怎么办 拿一张纸出来 自己写一遍 写完之后跟对对看 看有没有操作格 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 那最后当然就是π0 加上π1 加π2 加π3等于1 好 会不会求解 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怎么求解 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怎么求解 如果真的不会求解的话 你看 倒数第二个 0.368π0加 0.368π3 对不对 最后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的话 你可以怎么画 π3等于多少π0 然后再带到前一个去 对不对 可以慢慢消掉 慢慢消掉 这个东西应该会求解 我想各位 线性态数啊 高中都可以考上交大 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 求解最后的结果 π0等于0.286 π1等于0.285 π2等于0.263 π3等于0.166 最后 最后求解完的结果 麻烦各位回去练习一下 好 这个求解过程 我们就不再叙述了 但是我们可以求解出来 这四个几率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有两个台库存的几率是0.263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 你有三台库存的几率是0.166 0.166 这些就是求取statist的方法 很简单嘛 确实很简单 我是这么觉得了 好 那底下呢 有几个 一个几个 期待的平均成本 就是平均成本的期望值 你期望的平均成本 或平均成本的期望值 为什么要算这个东西 我只是告诉老板说 你有一台库存的几率是0.286 有两台库存的几率是0.263 想想看 你是老板 你听得会怎么样 告诉我在干嘛 你是老板 你关心的是什么 赚不赚钱嘛 你关心的是 我这家店的营运成本是多少 你关不关心说 我有两台库存的几率是0.263 听了莫名其妙 讲这个干嘛 所以到最后做生意 开店 都要回到成本相来看 都要回到成本相来看 所以今天你告诉他这个几率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只告诉几率是没有 只告诉几率 不是几率没有用 是只告诉几率 不是太有用 你告诉他说 你现在有两台库存的几率是0.263 那他还需要一件事情 我当我有两台库存的时候 我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他还希望知道这些事情嘛 如果说知道说 有一台库存的时候 我的成本是多少 有三台库存的时候 成本是多少 我没有库存的时候 我的成本是多少 他总要希望知道这些事情 再乘上几率 才能够化成他的成本 他的成本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假设 假设 假设 假设还是用那个相机的那个范例 好 我们假设还是用相机的范例 好 那我们说呢 XT等于0的时候 他的成本是0 C呢 XT等于1的时候成本是2 XT等于2的时候成本是8 这代表 扩存成本 储存的成本嘛 那就说 今天 诶 没有扩存的时候 我的成本是0 我就没有扩存成本 都卖光了 都没有资金的积压的问题嘛 那现在我的扩存 如果是一台的话呢 我的扩存的成本是2 要找地方跟他摆 要买保险 而且我资金要在那边 又没卖掉 所以我的成本是2 那如果我这周结束呢 还剩下2台的话 我的扩存成本是8块钱 如果呢 我这周结束的时候 还剩下3台都没卖光 我的扩存成本是18块钱 这些是他的 经过计算分析 或者假设出来的 总是做过一些分析啦 应用你们快递上所学过的 算出他的扩存成本 马上就用到 所以科目都有关系的 用快递上所学到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算出来他的 扩存成本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今天 对这个老板而言 对这个老板而言 他有这两项资讯 他能够把它合在一起 才能够得到 他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就比较能够得到 他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说他的 他的平均成本的期望值怎么算 我现在如果在状态1的话 若是状态0的话 有没有成本 我在状态0的话 我没有成本 状态0的话 我没有成本 我在状态0没有成本 所以是呢 他平均成本就变成 π0乘上xt等于0 这是第一项 第一项 我在状态0的时候的成本 乘上我在状态0的几率 加上我在状态1的时候 乘上我在状态1的几率 加上我在状态2的时候 乘以我在状态2的几率 加上π3乘上我在状态3的几率 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它画成数字来看 你看 我现在状态0的几率是多少 刚刚算过这些 steady-state probability 我在状态0的几率是0.286 但是我如果在状态0的话 我有没有成本 没有成本 所以乘上0 那今天我在状态1的几率呢 我刚算出来是0.285 我有0.285的几率 我会停在状态1 但是如果在状态1的话 我会有两单位的库存成本 所以乘上2 那现在如果我在状态2 不管我从哪个状态开始 我留在状态2的几率是0.263 那状态2的成本是8 那再加上 我如果在状态3的几率是0.166 那当状态3发生的时候 我的成本是18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总成本呢 就是5.662 这代表我开这家店 我的平均成本是5.662 那今天对一个经营者来讲 这可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 我开这家店 用我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话 这是我每单位时间的平均成本 或每我每单位时间成本的期望值 我这样才算出来 我在状态1的几率乘上 我在状态1的成本 加上我在状态2的几率 状态1的几率乘上 状态2的几率乘上 状态2的成本 就要加下去 这又是拍0 状态0的几率乘上 没有需求 它没有扩存的成本 这是状态1的几率乘上 一个扩存的成本 我在状态2 就是有两个扩存的几率 乘上有两个扩存时候的成本 把它累加下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对这家店的什么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或成本的期望值 这样公司就可以做一个判断 判断 这是算出这些几率 它可能的用处之一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范例 还是inventory 还是inventory 还是我们这个inventory 但复杂一些 more complex 我们稍微复杂一点 对成本的计算方式 通常我们把它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 那刚才我们在算成本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有算什么 扩存成本 没有扩存就没有成本 一台的时候有一台的成本 两台的扩存等于8 三台的扩存等于18 但是这样子计算成本好像过分简化了一些 为什么 还有什么成本会发生 订购要不要成本 要啊 我今天订了三台相机 要不要先付钱 要付钱 这样货材会进来 所以订购的时候 我要花掉一笔钱出去 那还有什么成本 客人不爽的成本 客人怎么会不爽 要买东西买不到 当然不爽 比如说今天你要去买个东西 到店里面说我要买什么东西 老板说没货 你爽不爽 当然不爽 客人不爽 也会有顾客满意度的成本 所以说还有不爽成本在里面 想把东西买不到 买得到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成本相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稍微的改变 一个是呢 订购成本 订购成本等于10加上25 25Z Z是什么 订购量 Z呢 为 Z是我们的订购量 你订了几台相机 你订了几台相机 10呢 你要订购 要不要打电话 要不要签什么单子 对不对 总会有固定成本 只要你一订购 就是10块钱 然后每台相机 25块钱 看你订了几台 就乘上几倍 所以就是 立为订购量 但是使家有订购的话 就是它的什么 固定成本 那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也没有这么复杂嘛 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一次订就订几台 订三台 当扩存降成零的时候 我们就订三台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呢 其实就等于10加25乘3等于85的成本 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凡是订购 它花掉的成本就是85块钱 10块钱是固定成本 那25是每台相机的成本乘上3 乘上3 所以说每次订购 就花掉85块钱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刚刚说过的 不爽成本 客人不是用这个字啦 客人不是用这个字 当然觉得很贴切 很贴切 多位呢 每一不爽的客人 他带来的损失呢 是50元 今天你去买这个相机买不到 下次再去高货的店 可能就不太想去 去你们家店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当然你心情会不爽 去也 这次去也没有 下次去也没有 所以说你就会减少你去的量 减少这家店的客源 所以说今天 只要有个顾客想去买相机 结果没有买到 他就隐含着50块钱的成本 就要有一个不被满足的需求 每一个不被满足的需求 那他得到的是 得到的是50块钱的一个惩罚 那现在假设成本相就是这两个 假设成本相就是两个 这时候假设没有库存 假设成本有两个构成 一个是订购的成本 一个是客人买不到不满意的成本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成本怎么算 cxt-1dt 这是我们的成本相 成本相这个符号的表示 表示呢 当前一周库存等于xt-1 本周需求量等于dt-10的成本 算这个成本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我前一周库存量是xt-1 前一周库存只有这么多 那xt呢dt呢 是本周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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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成本可以这样算 所以成本跟上一周库存有关 也跟本周的需求量有关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 0dt 第一种情境 c0dt代表 前一周没有库存 那这一周的需求是多少 dt个 前一周的库存是0个 那这一周的需求是dt个 这时候的成本是多少 前一周的库存是0 那要不要订购 要订购嘛 对不对 前一周库存是0 那我们就要订购 订购的话成本多少 订购的话 刚算过来 订购成本是85 订购成本是85 所以这85就跑不掉了 因为前一周没有需求 我就一定要订三台相机 那我只要订了三台相机 我就花掉了85块钱 好 再加上 我这个需求到底够不够 我需求是多少需求 这周来了多少客人 来了dt这么多客人 我来了dt这么多客人 但是我手上有几台相机 抱歉 我手上只有三台相机 我手上只有三台相机 那所以dt-3代表 不爽的客人有几个 不爽的客人 如果需求是5 5-3等于2代表 不爽的客人有两个 代表不爽的客人有两个 所以我的dt-3代表 我不爽的客人有两个 如果dt等于6的话 6-3 不爽的客人有三个 那你说 万一dt等于1的话呢 我虽然然有三台库存 但是只有一个客人过来 1-3 还有-2 -2代表是爽还是不爽 不知道了 没有-2个客人 所以你要加上一个0 取什么 取最大值 代表呢 今天如果dt是小于3 一解释负的话 那么就取0 代表没有客人是不高兴的 就代表你没有客人是不高兴的 所以要加上一个更0取最大值 它的目的就是 当我的需求比3还要小的时候 你会负值嘛 负值的时候就取0 代表没有客人不高兴 那有人不高兴的话 罚款多少钱 罚款50块钱 50块钱 所以成本可以这么算 成本这么算 那如果呢 一般的情形 xt-1dt 的话呢 怎么算 如果是一般的情形 就是说我不用订购的时候 就是说我今天不order 不订购的时候 成本多少 不订购的时候 有没有订购成本 就没有85块钱这个订购成本 那这时候 他的不爽的客人有几个 是不是 dt 我的这周需求量 减掉xt-1 因为我上一周还剩下 xt-1个嘛 那我就用这个来卖啊 但是我客人有这么多个 所以dt 减掉xt-1 那当然 你要跟0取一个 最大值 料理跟0取一个最大值 代表他不满意的客人数 那每个客人呢 要 罚掉50块钱 为什么要黄色钱50块钱 因为奖金上漏掉了 漏掉了 要罚50块钱 要罚50块钱 因为他是不满意的量 所以呢他要罚50块钱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 成本 这样估算下来 但是算这个成本呢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耽误各位2-3分钟 快讲完 耽误2-3分钟快讲完 好 那算这个成本好像 怎么样 要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里面都有一个什么 随机乱数dt 需求量是一个随机乱数嘛 所以说呢我们希望怎么算 我们希望呢 算出他的一个期望值 我们希望算出一个他的期望值 也就是当我前一个礼拜的需求 库存量是0的时候 我成本的期望值 因为第一次嘛 是一个变动的嘛 所以我希望算出他的期望值 那这个呢我用一个叫做K0表示 我用一个K0表示 K0表示 就代表我今天在状态里的时候 我的期望值是多少 代表期望值多少 好吧 那这个期望值怎么算 不用想统计 忘掉统计凭直觉 忘掉统计凭直觉 今天我前一个礼拜是0 对不对 那我要要不要订购 要订购 订购就是85块 跑不掉 对不对 跑不掉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我的需求是一个单位的话 有没有罚钱 没有罚钱 两个需求呢 不罚钱 三个需求 刚刚好也不罚钱 四个需求呢 要罚钱 所以呢我今天有个P P 这个P Pd4 就是让我需求等于4的时候的几率 的几率 好 我如果需求是4的时候就要罚钱嘛 那所以Pd4是我需求等于4的时候的几率 那发多少钱 需求等于4的时候不满足一个单位 所以是发50块钱 好 那今天如果我的需求呢 是5单位的时候呢 有两个不爽的客人发100元 那如果我的需求呢 那如果我的需求呢 是6个单位的时候呢 是罚150元 好 那我们把这50元提出来 好 我们把这50块提出来 是不是等于85加上50 这边讲以上的 加Pd5 加Pd6 加上去 这就加上去 那你Pd4会不会算 Pd5会不会算 Pd6会不会算 会啦 怎么算 我们在讲相机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最早说相机的需求量是服从 Pd5会不会算分配 那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算过 当需求等于0的时候的几率 需求等于1的几率 需求等于2的几率 翻开讲好几页好几页好几页之前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lambda 什么什么乘上 exponential的那个东西 有没有 记不记得 利用那个公式把它算出来 那对于等于6之后 因为很小趋近于0 我们后面就不要算 我们后面就不要算 所以这样子的算出来的话等多少 18.4 这样算出来等于18.4 这样算等于18.4 那同样的呢 K1呢 这样算出来是K0 那K1怎么算 就是我们今天在状态1的时候的几率嘛 那今天状态1的时候 要不要电 不用电 前一周库存是1 要不要电 不用电 好那这时候什么时候会有处罚 PD等于2的时候 会不会有处罚 前一周库存是1个单位 那这一周的需求是2个单位 要不要处罚 要 处罚多少 处罚50个单位 对不对 50个单位 那这周的库存呢 这周的需求如果是3个的话呢 要不要处罚 要啊 为什么 我前一周的库存是1个单位 就这周来的3个客人 只有2个是不爽的 所以要处罚2倍 那如果呢 今天来的是4个客人的话 就处罚3倍 把它累加下来 加到需求等于6为止 好那各位把它加加等于多少 诶 算错了 18.4 好 这个呢是 86.2 86.2 86.2 好 最后一分钟 好 利用呢 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算出 前一周需求等于2的时候 它的值是5.2 K3的时候呢是1.2 课本上面都有式子 各位回去看一下 都有式子 回去看一下 所以把K0 K1 K2 K3都算出来 这个是什么 当我 前一个 在状态 当我在 前一个礼拜 在状态0的时候 我的成本 当我在前一个礼拜 在库存是1的时候 我的成本 是前一个礼拜 库存2的时候 我的成本 前一个礼拜 库存3的时候 我的期望成本 所以说 我今天真正的 平均成本 等于多少 86.2 是我在前一周 是状态0的时候 的成本 但是呢 我前一周 如果是状态0的话 我的几率是 π0 对不对 所以我这π0的几率 乘上 它0状态的时候 它的成本 加上我在 第一阶段 的几率 的几率 乘上在第一阶段 的成本 18.4 加上我在第二阶段的 在第二状态的几率 第二阶段的平均成本 5.2 加上我在第三个状态的几率 乘上它的成本 1.2 那π0 π1 π2 π3 剛剛各位算出来 麻烦把它盛起来之后 变成 31.46 代表我开这家店 我的成本要 31.46 好 那么今天就上到这里 以前就上一次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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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 9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